嗨 我是阿瑟 我有三高 今天是2024年6月11号 这一次来讲的是 WWDC 2024 苹果开讲 录这个影片的前一天 晚上呢我们刚刚开讲过 苹果开发者大会 那我们这一次来评估一下 真实发生的事情跟我之前 前一天所遇过之前有哪些不一样的 前一天我预测了几件事情 有些重 有些没重 重的难道就是NPU 其实苹果早就已经提前布局了 这没问题 再来是本地端的小模型也可以运作 这个苹果也确认了 另外呢我也觉得 M1的笔记型电脑或者是桌机 它就可以运行小模型 苹果也说没问题 但是有两样东西有点错误 我那时候预估呢2020年之后 iPhone 12都可以AI 但是苹果说No No No 不是这样的 另外我原本也预估苹果会公告 它Mac mini可以组成伺服器 但是苹果也没有这件事情 那我们顺便复盘一下 苹果讲的哪些东西 早前前面几年 苹果借由它的硬体强权 你无法选择的第一位 我们消费者只能接受 所以它在4年前就已经先布局了AI了 那就是由NPU 这个专门来帮AI做计算的元件 加在CPU的核心里面 11TUPS呢目前来看 它刚刚好可以作为 小规模语言模型的运作 它也可以运行一点点的这个GPT 例如3或3.5之类的小模型 所以我们在M1的时候呢就有11TUPS 那M2 16 M38到了M4会到38 这一次苹果发布了一些本地小模型可以运作的东西 第一个那就是呢手机或电脑这一端 当地端就可以主动辨识语言 而且可以套用小模型去修正辨识的效果 因为本地已经进行了一些小模型的运作 所以得出了一些文字档案 就可以送去远端给大模型做运作 那它有两种部分可以做进行 第一种那你把资料送去苹果那边的时候 苹果大模型可以做一些处理 然后它可以回到你的手机上帮你做一些指令的操作 那如果说今天是只是问答 或苹果就会把它导到ChimpGPT去 帮你回答新的额外的问题的回答 所以在苹果这边跟安全有关的苹果处理 跟新知识有关的 然后跟你瞎掰聊天的 由ChimpGPT外部处理 另外一个亚瑟我自己猜对的呢 当然就是M1电脑可以AI 在2020年出的那个M1 它的AI算力就有11TUPS了 就可以做AI实作 而且苹果也确认 像是我们做节影片的Final Cup 已经导入AI了 现在它的处理人的声音的部分做得特别好 例如说像Final Cup 现在可以直接把人的声音 从一段影片中直接提取出来 然后把杂音音乐全部给它关掉 果素是非常厉害的功能 那我们之前要花一万多块钱 去买额外的软体 而且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才能提取出来 提取得还没有苹果好 所以AI的确是蛮有用的 另外呢Glutch Band 就是它一个录音软体 也可以分离不同的乐器 比较令我跌破眼镜的是呢 苹果说iPhone 15 Pro之后的机型 才能使用AI 这个跟我的判断不一样 因为我原本预判 iPhone 12之后就可以AI了 2020年M1的晶片呢 就是它的运算力就是11TUPS 它就可以跑AI了 所以如果相对应来说 照理而言 iPhone 12就可以跑AI 可是很可惜 苹果要求要iPhone 15 Pro才行 那我这些感觉是 它是刻意限制手机的AI算力 好让你强迫你去买新的手机 最后亚瑟没有预料到的是 我原本以为它会公开这个东西 但是却没有的 那就是Mac mini的伺服器冲击 说实话 苹果本身也没有和NVIDIA 来订购任何的机器 它也没有去开发大型的AI伺服器 台厂的伺服器厂商 也没有接到苹果的单 苹果自己的内部的AI大模型 在2020年的秋天就要上市了 这个时候如果现在才下定 7、8、9这三个月 绝对不可能拿到机器的啦 所以换句话说 我还是认为 苹果拿来跑苹果大模型的机器 应该还是由M4的Mac mini 把好多台好多台组成重极伺服器 来做这样子的处理的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见 拜 请不吝点赞 于民同心